这里面传递的是一种笔法的传承的关系 古人的笔法的传承带有的一种神秘性 往往是有一种家族式的传承 也或者是师徒和亲戚的关系 在长代书画理论家张延远的《法书要录》中间 就记载的这么一个传承 王羲之把笔法传给王献之 王献之又传给了杨兴 杨兴传给了王生前 王生前又把笔法传给了萧紫云 而萧紫云再传给了姿友 这书法的传承普系听着有点像武功秘籍 这种普系出现在中网堂 堂以前是写本时代 口授学习书法的 而且这种家族之间是由一个秘诀闯下来的 那么这种秘诀慢慢地以二王为中心 形成一个绝对的核心 谁要是进入这个谱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靠谱呢 那我才是正宗的 是权威的